你可以跟我约会吗 哇 哇 要不要请公关 不用了 就这样吧 小七还没来吗 奇怪 这种天气怎么会打雷啊 可能有人在上面骂我吧 你有听说过蝴蝶效应吗 亚马逊河的蝴蝶 只要煽动几下翅膀 就能造成德州的龙卷风 那你说如果有人在上面一骂我 下的可能就不是雨了 说不定下雪 下刀子都不一定 要不我还是把那个姑娘给拒绝了吧 哥 你太对不起小七了 我怎么对不起她了 要不是我中途把那个记者给拦下来 你就犯大错了 你知道吗 哥 我说你两年都忍过来了 怎么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就在犯错的边缘试探了呢 对你来说只是两年 可对我来说就像两辈子一样 要不我再去把那个姑娘接回来 你们俩只是聊聊天可以吧 不用了 我本来也只是答应给她机会做专访而已 哥 我知道你很痛苦 好 当年我和小七也研制出来几款香水 我把那些配方都给你吧 你去推广新品也好 自己做珍藏也好 有点事情做 总好过你一个人胡思乱想 你还是好好照顾你自己吧 好 这边是我们薰衣草 小金油的原料产地 小七研制的那款香水中 大量运用了这款花香元素 为了保证质感 我们采用了最新的萃取工艺 抱歉稍等一下 怎么了 哥 我一会就要飞巴里了 我有些心里话想跟你说 你现在方便吗 说 我回去好好想了想 你老这么单着也不是办法 要是小七不回来 你就不准备给我找一嫂子了 说重点 重点就是 我帮你物色了一个好姑娘 比你小几岁 在大使馆上班 我有单位 怎么样 你要不要 相个亲 好啊 你这就答应了 你不用看看照片什么的 不用了 哥 你这变化也太大了 小心小气吃醋 从外星飞回来给你算账 我倒是想让她回来啊 如果她有本事的话 你这话就刺激人了啊 你现在是在相处原料地是吧 刚好 那个姑娘就离你不远 你试试试试 一会儿见啊 嗯 就这样 老师 您这里有环境比较清新 比较安静的地方吗 我要约见个朋友 嗯 有的 来 这边请 这里是原料区 比较清洁 我就不打二方总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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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七啊 我得让你多生气 你才能回来找我 好久不见 不认识我了 我是你最可爱的陈小七啊 真不认识我了 我当然知道你是小七 我真是 确认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这样呢 还像吗 刚像 那你要我怎么证明吗 你要不要看看我的证件 咱箱 摄汰出吉利斯卡 求索拉卡拉卡七号 入驻地球 任开布谨新驻地球和平大使 希望能勤勉工作 不负组织信任你 现在你总该信了吧 为了让你能看懂 我还专门翻译了一下你 希望你能本着 宇宙友好的原则 千万不要信 我 小琪 欢迎回家 小 有你在的地方 就是我的家 我的心不自觉向你停靠 怎抵抗抗拒不了 不住客套 我们之间 有暧昧在跑脚 而梦分明包 是甜蜜的讯号 像在你的爱里 刻下我的坐标 能不能好不好 穿越人潮 我们之间 有暧昧在跑脚 还没触碰的拥抱 也许就快碰到 你不忘的行事 只让你知晓 一不小心地老天荒 好不好 回来 你不忘的了 你不忘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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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保抗 好 我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